这里是我种的小香菜 从籽开始发芽的 一个月的时间 长得非常快 这已经吃过三四茬了 这个呢就是甜辣椒 从种子开始的 也有一个月了 冒出芽 不知道以后会怎么 这里又有三颗豆角 一颗西红柿 西红柿苗是从苗圃买的 这里就是 应该是小西红柿 种子吧 发出来的芽芽 这是我播种四年的芽笋 今年应该是一个丰收年 我留下了这些细一点的 作为母根 希望明年能多生出来芽笋 中间那个红瓶盖的呢 是我做的这个蚯蚓 繁殖香 围绕芽笋边上有几颗甜豆 这是一颗共生的凶氏苗 这里又是甜菜吧 好 这里就是种了几颗玉米 说玉米 豆子和南瓜 可以成为共生三姐妹 南瓜苗 南瓜苗还没看到呢 希望今年能有收获 到了我的韭菜地了 邻居家的韭菜长得又粗又壮 我这韭菜呢 反正看着总是很谦弱 是营养不良 还是品种不好 旁边这个呢 又是中国的这个broccoli 看有的已经要快开花了 是否能结籽呢 我留两颗 让它结籽吧 叶子还不错 这里是几颗kill 也是从籽发芽出来的 从籽发芽到现在有两个月了 天气不够热 所以长得也不够快 这是买了几颗紫色的kill 是从苗圃买的 这是sweet chart 这蓝色瓶子是一样的 也是做的蚯蚓的繁殖香 这里 有两颗芹菜 这里有十来颗黄瓜苗 是我从种子发芽开始的 还真不错 天气冷 还依然在成长 没有被冻伤 这是另外两颗芹菜 还有一颗豆角苗 希望我这个布局 今年是可以丰收的 一个月以后再做汇报 是一颗芹菜 是一颗芹菜 这颗芹菜